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国古典家具三大派系 这里是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 距离北京有160公里 是精座家具的故乡 精座家具是在吸收广作苏作家具中的精华发展起来的 风格独成一家 现在的精座家具 虽然外观一直千变万化 但其家具精髓 损毛一直未曾改变 由于明镜皇家 钟爱黄花梨 紫檀家具 因此 精座家具在选料方面 大多以紫檀木和黄花梨为主 这是叶双桃 河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 从叶三十年 一直坚持自己亲自设计家具 精座家具的主要制作过程 有选料 开料 烘干 布工 打磨 上漆 而木工环节中的损毛 是重中之重 这也是叶师傅 一直在探索和创新的部分 做损毛 它要比做任何工艺都特别的难做 特别的讲究 这个损毛的做法 直接的好坏 影响到家具的寿命 好的损毛 不用贴定 是不用任何胶损 还能保证这个家具方正 平直 几百年 不坏 家具制作损毛前 必须把料 抱直抱方 这一工序 古时 都是以手工完成 木工师傅 根据制作需要 会将木材 结成所需的比例大小 这一步骤 比过去 省了大量时间 损毛 意为 一凸一凹 把凸的损 嵌入凹的毛里 这样 两个木构件 便要合成一体 形成损毛 损毛的好坏 从根本上 决定了家具的质量 几百年前的家具 之所以保存至今 依然完好无损 全一丈损毛结构的 牢固和扎实 不同的家具 会使用不同的损毛结构 而目前可一探究竟的损毛 已有八十多种 我们目前的八十一种损毛 也是一种基本形式 其实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我相信以后还能继承和推敲出更好的损毛 现在 金座家具的制作 大部分已经机械化 但机器 无法胜任的部分 依然靠手工 特别的位置 必须由工人 持砂纸 细细打磨 而雕刻花纹石 像翅膀羽毛 这些非常精细的表面 也是由工人用刻刀 一笔一笔 凿出轮廓来 待家具组装打磨完毕后 就可以上大漆了 这一步骤 和几百年前完全一样 用棉纱絮擦上大漆后 家具还要放进特定的漆房内阴干 在这一过程里 对于温度和湿度 都有特别的要求 经过多次反复 保证企业能很好的 渗透到木质中去 中国人对木头 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大道房屋轮船 小道一碗一块 都选择了不同的木材 如今 在复古潮流重现的今天 金座家具的重现 依然以高贵 雅致 空灵 等艺术特点 吸引着中国 以及全世界的目光 是中国历史 无比璀璨的 瑰宝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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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天 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派独